妈妈 你别哭了 对不起 妈妈 都哭了我 我也不知道我脸像什么 就想哭了 不过我哭起来就哭了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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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不停的哭 就像我唯一感到轻松的地方 我上了那几天班的地方 哭了 都有媒体去 我都被辞退了 哭 我一直待在家里 我能活多长时间 我能活到年底吗 我一个大 narcissist 我有手有脚有腿有脑子 我却不能出门 现在我家地址都曝光了 我更不想出门了 如果我能活到你 我也想注定作证 但是你觉得一个正常的人 谁有勇气每天待在家里 就能活那么久 我做不到 我真正做不到 我送我电话很多 每分钟好几个 不间接地在网里打 打完电话发短信 打完电话就立马来短信 全是慢慢 看来谁会受得了 反正我真是受不了 我爸和妈妈每天看着就忍着 我们这么多天不联系阿姨 我们一定是做错了 但是凭什么我们的信息 所有的信息 就连身份中号码 我爸的照片号都能 公布在网上 这不是公安局里面保密的东西吗 是任何人都能掉出来的东西吗 为什么那个人不能被绳之以法 我无法释怀这一点 其他的我都知道我错了 我知道我们家做的一直不妥当 但这一点我一直就不能理解 我不能释怀这一点 我是情绪不好 我现在激动了 但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我目前我想说的话 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 就虽然说 这个过程中间 你也有一些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是不应该受到这么大的 遭遭也好 或者惩罚也好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家所承受的 并不比杀人犯家承受的轻 我一直觉得 我还不如被监禁呢 我还不如当时死的是我呢 为什么把我俩都杀了 我在警察局里 我就跟警察说 我不想活了 所以他们将会那么过度地保护我 活着太痛苦了 尤其是我们两个住在一起 一个活了 一个死了 活了的人肯定不好受 我真的是当时已经活够了 在日本的时候 警察也跟我说 你也是受害者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受害者去看待 我们家受到的比杀人犯受到的够 够严厉的那种 重罚 杀人犯最起码现在还活得安安稳稳的 从来没有听到在网上 他的家人又怎么着又怎么着了 我倒觉得我却生不如死 我们全家都生不如死 环境可以扭曲一个人的心理 我觉得这是真的 在善良的一个人经历这些事情 他也不可能永远再善良下去了 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轻薄 我心里扭曲 我变成一个坏人 我绝对不会害人 我会自杀的 这是我唯一可以保证的 我没有话可说了 我 accepted 我voy你 ging